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夫妻感情都很好 你家几个兄妹 七个 你爹娘感情好 不 我娘生了六个姐姐 主要来招我这个弟弟 他们都叫招姐 将军拍了下副将的肩 觉得他姐姐们招错了性别 将军叔叔眼前一幕 连颂觉得错乱 风流倜傥的东华公子 正念了一把语书给白话书里头发 那娴熟的动作和他初见一样行云流水 他派出寻找东华绅士的人回报 东华最早在江国的活动踪迹是 围于山脉下的宿郡 明镜沿着江水几个城进入的王都 他记忆之初是顺着洪水入风熬城 洪水所过之地 几乎一条线路 他正在愣神 东华悠悠地道 成公子家来了两个英俊的男子 交见甚好 昨日搂着他在长椅上聊了一天 英俊搂着东华见他执扇子的手抖了下 眼底闪过笑意 爹爹 我饿了 将军眼里光滑一闪 不过一日 爹都当了 东华果真是神人 你今日可去接我 连颂自然想去 可这两日国军突然就给他安排了许多朝物 退朝后还要偷偷出城 去教导国军的影子侍卫 我现在送你过去 晚些 朝上有事 路上将军转达了国军的话 如他所料 东华一口回绝 无忧伤铺虽经历了牢狱之灾 可高还是每日被抢购 少晚今日想在阴城里逛街 懒了凤九成狱正想出门 碰上东华 连将军 月亮门两侧 气氛忽然就变了 目光相对 眼里都像在刷刷飞刀子 少晚怕过谁 左搂右抱 甚是嚣张 白旗在东华怀里一颠一颠的开心 想看打架 小燕后面吼 拦着路干嘛 臭兵东华连颂开向他 退开一步 少晚搂着两个人 豪横的抬脚过了月亮门 阿滴一声巨响 身后小燕被东华连颂个身处的脚半倒在地 他仰起头骂 老子怎么有你们这样的 看着凤九的眼睛诱导 你们这样的凡夫俗子 少晚觉得自己把模组管理得不错 小燕都能说出凡夫俗子这样的文明词 白旗笑够了 掏出快膏 叔叔不不骨头 小燕接过膏 瞪了东华一眼 兴兴的离开 成公子和凤九四有回头之意 却被那个少晚按住了肩膀 连颂看到了希望 扭着成公子的也是男人啊 东华却一脸郁闷 连颂走后 东华一边教孩子们单亲 一边分析当下时局 成公子是女的 那个少晚也该是女子 可看他走路说话又不像 那个长了杨柳细腰的男子 倒像个女的 他边想边话 身后的丛林 青脸抿了嘴偷笑 单亲上面 浅粉一只海棠垂下 木椅上的凤九笑意盈盈 左右肩上各攀了一只黄猫 黑猫 椅子边还握了条黑犬 崇林在帝君身边一向不多话 此时却对清联道 公子苗的真传神 这两只小母猫甚是可爱 是 公子把我家夫人苗得和真人一模一样 东华自然听出了深意 可即便那个少晚是女子 他看他们那亲密的样子 以无端恼怒 随手在单亲上给凤九额尖添装 可他描出的却不似英城女子额尖的樱花妆 他也不知那是什么花 只觉得这花衬他的脸 众民却莫名的小兴奋 因为帝后引去了额尖凤语花 帝君却画了出来 如果不是帝君快恢复记忆了 就如世人所说 把一个喜欢的人刻进了骨子里 凤九少晚四个人在阴城里玩 他心虽惦记帝君 这年一想进来之则安置 总归是在一起的 等少晚回了 再找机会和东华说 想通了自然玩得开心 斜风暮色中 四个人小有微信 才嬉笑着回了家 凤九手里拎着几包吃的 都是给孩子和东华买的 他进了书房 青年再陪三个孩子玩 却不见帝君 东华呢 帝君他回了 这么早回 老东华也太缺德了吧 看看 少晚指着画 我就是一只黑猫 祖宗你不错了 那地上的是我吧 凤九确实没听见 因为那画像上 他的额尖如霞盛开着凤语花 东华走多久了 一盏茶了 凤九一闪不见了身影 出了门 想着追上去不合情力 在几条街前停下 缓缓地迎着东华走 东华漫无目的地走着 抬眼间 不远处的街角 转出一个白衣的女子 他笑着向她走来 他有些恍神 脑海深处似也有这样的景象 有个女孩子总跑向他 抱着他撒娇地说 喜欢他 目不是相思糊涂了 东华今日走得早 他醒过神 真的是小白眼神越过他看向身后 你不是出去玩了 我们回家了 白起要吃糖 我又出来给他买 凤九递给他几个油纸包 公子也拿回去吃 东华看了一眼长街 又看看他 林将军没来接我 其实我有些不认路 凤九想笑 又框人 这条街走到头就是将军府 他难得激励 我也不太认得 不然一起找吧 两个人心有灵犀的向另外一个方向走去 就像不远处的众民是空气 当然众民像空气一样消失了 木烟青龙 街上变开的紫金花香气浮动 凤九真心觉得英诚很美 他觉得这可能跟国君是个女子有关 街上闲人不多 他跟东华走在一起 心情好得想唱歌 狐狸尾巴也差点甩出来 说话也有娇又甜 东华微偏了头看他 觉得今时他和平日见到的不一样 现在像是个活泼懵懂的少女 他很想拉一下他的手 两个人不知不觉走进了一条寂静的小斜街 浅浅的月光中 两个人都沉默下来 只闻轻轻的脚步声 这样的月色下 东华会怎样 他有些期待 他停下脚步 小白 我有话是东华公子吗 前方暗处闪出两个身影 但他们走近了 他有些熟悉 那两个是跟他一路来英城的小弟 如今被将军收进了府里 两个小弟去瞟了一眼凤九 东华公子今日走这里 凤九忙回 哦 东华公子找不到回将军府的路 我帮他找 又道 你们去忙吧 这样 那多谢 姑娘对将军府还挺熟悉的 这么偏了后门都能找到 什么 这是将军府的后门啊 凤九看了一眼 高高的围墙 除了前面暗处有两盏灯外 一个人影没有 先道 有这么害人的后门吗 东华不紧不慢地道 我想走正门 对 这门太黑了 还是走正门吧 凤九随身附和 那公子你就向前走 转过去就到了 凤九觉得东华就是凡人脑子也比他转得快 可东华那不开窍的小弟听凤九说黑 提了油灯跑前面引路 凤九才都能猜出 东华郁闷的心情 忍不住咯咯地笑了起来 银银式的笑声飘在夜色中 东华的心像是被浸泡在春水中 被他感染 脸上也铺满了笑意 追了上去 转出街角 凤九不笑了 少婉 小燕 成余三个人站在将军府门前 就跟老爹抓私奔的姑娘一样盯着他 少晚上前拉过凤九讯他 小娘子 天都黑了还跟父子走夜路 男女瘦瘦不轻啊 我们回家 东华立在原地看着他被领走 像是丢了什么宝贝一样 凤九回头看看东华 您少婉 你们怎么来了 有人想来看望将军 那怎么不进去 不在 凤九打去成狱 难不成将军被国军留宿了 随他去 其实早些时候 他们同连宋也算是隔街擦肩而过 国军同连宋几个人进了牡丹房 国军为了迷惑郑国公经常逛京楼 时间长了 国公的暗叹便放松了警惕 夜色中三个人从后门快马出城 城外几十里封堂寺 国军的意志暗卫 就躲在这里随时待命 寺前有一人迎了过来 国军 出城还顺利吗 吴氏说话的是前国相之子柳木 前国相曾是国军太子哥哥的老师 他哥哥死后 国相一家受冤满门入狱 只有战场上被江戈提前安排逃掉的柳木 躲过了一街 柳木看着国军一阵心疼 她该是万人宠爱的公主 却还要在夜色中骑马奔波 雅歌 那老家伙最近没难为你吧 雅歌 如今只有他还在叫这个名字 很多时候他真的把自己当成个男人了 没 老臣们提过几次迎娶君后 我按照商量好的 说要娶表妹为后 他未成年总不会就这样送进来的 他还想把女儿嫁给林将军 柳木听他提到将军 声音颇属温柔 沉深问他 雅歌妹妹可是有喜欢的人了 哪里有 他望着那一轮月 悠悠地道国恨家仇 他偏头看他 那就好 你小时候可说过要嫁给我的 小孩子的话你也当真 你的话我都当真 他看着月下挥剑的林将军 心中有些茫然 如果他日将军得知自己是女儿身 会喜欢自己吗 前途未卜又会等到那一日吗 山风吹得树影飘摇 他退下长袍 拼了长剑也加入了演威队伍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